苏年年是一个标准的学霸 寒窗苦读12年就是希望自己能如愿地考上北京大学 然而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 导致她没有赶上文宗考试 到了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 苏年年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了网吧 她双手核实祈祷着能被北京大学录取 但现实总是让人啪啪打脸 吃红落铺的她走出网吧 却别冒冒失去 时时的路人撞倒摔进了花坛 苏年年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 她本以为父亲会失望 没想到父亲的反应很淡定 后来苏年年接到了举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她根本看不上这大学 认为以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大学 但是当她提出复读的时候 爸爸就不同意她的想法 还一直劝说她就在这所大学读书 年年的爸爸知道当初的那场车祸 和年年自己也有一定关系 高考压力太大 让年年神经紧绷 爸爸提出让年年先去取营试读一段时间 实在不行就退学回来再复读 苏年年听到还能复读就爽快地答应了 顾子晨是一个刚刚回国的富二代 家里人从小就为她安排父母们觉得正确的道路 然而这些道路往往不是她所向往的 所以她处处和父亲对着干 顾子晨的爸爸快要被儿子气死了 辛辛苦苦送儿子出国读书 但顾子晨却不好好学习 现在她准备让儿子去取营继续读书 将来才能继承家业 顾子晨想反抗父亲的专制 但胳膊永远也不够大 宋雨昕带着苏年年到校园里闲逛 来来往往的男生看见他们两个 都快把眼睛沾到他俩身上了 一旁的宋雨昕很享受 而苏年年却浑身不舒服 好不容易走到了一片空地 耳边终于安静了下来 苏年年感叹 这里是成都的好地方 而宋雨昕却反对地表示 这明明是约会的好地方